好,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弄头发的一个技巧 就是我平常,我也不是平时了 比如说周末什么的,可能现在我就会这么刚 现在夏天,所以我就不会在下面做一些什么内外啊这种造型了 我就可能就这样 但是要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地方会挡眼睛 而且就是很热 所以我就会选这种蝴蝶结的东西 我用的就是这种夹子式的 我不会用那种掐子那种就扣上去的那种,我没有用 我都用这种夹子式的 然后我跟大家就是简单快速的说一下 然后你就把前面这一束头 这一束头发呢,差不多拿这么多吧 拿这么多,然后你就给它这样打麻花卷 给它这样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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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选一个掐子 给它掐起来 掐的时候呢,不要只掐你刚才卷的那个处 你也要勾一点原来的头发 然后这样掐一下 就完成了 很简单吧 你也可以把头发这边都别上去 就别到一遍 哦,后面你也可以就是放下来 这边你也可以放下来 就是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或者你就这边放下来 这边那样都可以 对,就是我觉得夏天嘛 就是怎么舒服啊,怎么轻便来 而且你如果你也喜欢散发的话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 然后你要是喜欢这种比较突兀的这种颜色 你也可以就是放一朵 放一个颜色比较明显的这种蝴蝶结 对啊,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但是我如果要是掐这个的话 我肯定不会掐旁边了 或者是我现在上班有的时候 我就会随便搞一下 然后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这样 能看到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夏天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你头发是 就是很 你想让它利利缩缩的那种 我觉得你要搭配一些这种夹子 如果你不喜欢蝴蝶结 你可以选择那种非常简单的那种夹子 就是都可以啊 我或者是我有时候还会把它就是编 前面里面编起来 然后藏到耳朵后面 这我都会这么高 你也可以掐一小 就是小一粟的这种 就不要很多的那种 好 对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喜欢这一支视频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